就包括我和楚丁老师 咱们近视眼的人 可能咱们念中学的时候 可能就有这些东西 对我当时就很奇怪 对近视眼的人 这个玻璃体的这种非门症的话 出现的比较早 它有致盲的风险吗 没有 没有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他这个眼睛要得病 视网门出现裂孔之前 他先会出现一些 就像墙皮掉掉之前 先掉点灰 这些东西吧 可能是这个视网门的一些 这个出现裂孔之前 你病变呢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代谢物 眼前突然争夺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眼底出血 出血的时候开始少量出血 这个血一旦进到玻璃体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种来回飘动的 像烟一样的 像墨汁在水里一样 那样这种半透明的 这种像烟雾一样的来回飘 当血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整个就黑了 看不见了 如果定义为这是非闻症了 你没事 不会失明 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疾病 可能导致失明的疾病 也会伴随着 像非闻症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你得注意 那刚才我注意到您说 突然出现 这是一个指示点 对 因为非闻症吧 这个我们教科书上这块 就这么写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情况 是属于正常人 因为他不明白 所以他来就医了 如果医生能排除眼底 或者是玻璃体 有其他疾病的话 这个是不需要干预的 一定跟患者解释清楚 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交叉的时候 就是原来有非闻症 但现在眼底也出血了 或者什么时候 有没有 可以可以 是吧 这是有的 另外一种情况 短时间突然出现的 比较多的这种黑影 这个要尽快上医院去看 那么